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域带来的农业小贴士,我是德域,也叫Daniel 今天我们来谈谈酸性涂染造成的破坏 一般酸性涂染造成两大问题 第一,养分无法吸收 如果BH值在4.5以下,养分的吸收大概只能高达2-30%左右 比如你的油中或者果酥,一年施肥在10-14公斤 养分大概只能吸收2-4公斤左右 其余的都会残留在泥土、流失或者被锁住 第二个问题来了,病态比较容易残生 比如油中有磷滋病、香蕉有镰刀病、榴莲有黑头病 也包括金马轮农友们所面对的根牛病 那么市场一般用什么方法来解酸和预防病态呢? 通常都会使用石灰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测试 为你解答前域的货原价与石灰的对比 首先我们先测试两杯水的BH值3.23 3.22 3.22 都维持在BH值4以下 之后放下少许的石灰粉 看看石灰粉的分解力度 3.252627 速度很缓慢 再放放少许的 破原价进入第二个杯子 智灰粉的BH值3.46、3.47 破原价的杯子 破原价的杯子 BH值提升到5.3 5.5 5.6 5.7 6.5 一次再提升 我们再看看石灰粉的杯子 的BH值6.6 BH值调下来了 大概在3.8 左右 根据油中的研究报告 提升一unit的BH值 在一公顷的土地 必须用到5吨的石灰粉 才能从BH3调节到4 这样过量的石灰粉 完全会破坏 土壤让泥土硬化 再看看全域的破原价 效果比石灰粉 分解 解酸力度有效 6.7 6.8 好 通过以上的测试 使用破原价与传统石灰 调节效果显得比较明显 比较快速 比较持久 比较有效 我们知道 一般使用石灰湿入土壤 通过接触后 产生酸碱中和 引起酸性调节 因此 必须充分 以土壤完全混合 效果比较有效 可是实际上 我们多数 都是撒在土壤表面 这样 效果显得比较不理想 效期比较短暂 痊愈的破原价 基本上 可以撒在土壤表面 翻入泥土 效果可持续9个月以上 另外 破原价还有很多优质的有机质 氨基酸 辅滞酸和一些有益物质 这些可以有效 改善 土壤结构 增加肥力 提高产量和农作物品质 同时还有植物需要的营养元素 包括1.5%的氮 6.5%的钾 和一些微量元素 有些元素 都是水溶性高 高性能的 比如钾元素 就是硫酸钾 而不是一般普通的绿化钾 这个产品 除了这么多优点之外 也比较经济 实在是物有所值 目前市场反应也非常良好 和货不应求 最后希望通过我今天的分享 能帮助大家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和其他的农业小贴士 谢谢